人是怎么废掉的 看这六点就够了 你做一下对比 如果中了三条就要警惕了 一 毫无意义的熬夜和自我透支 用自己宝贵的睡眠时间 看没有质量的娱乐节目 玩游戏 只沉迷于短暂的快感 追求片刻的爽感 二 做事情总爱拖延 老板布置的任务总是拖到最后才动手 下班计划健身学习可就是开始不了 每天说今天一定要早睡 但一刷手机就到了两三点 三 经常自我安慰 自我欺骗 减肥时再吃一口 告诉自己没关系 看到好的文章或者视频 点赞 收藏不学 认为收藏就是收获 工作上失败了总是告诉自己 这件事是不想做 所以才没做成 用这样的方式为自己的不努力和失败找借口 四 习惯性的等待别人帮助 工作上有不会 不想做的事 就等同事来解决 一个月还没过完一半 就把钱花完了 还总是想着花完 还有花贝和信用卡 结果年纪轻轻弄得自己是负债累累 五 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没有规划 对自己应该做什么工作 未来该怎么发展 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想法 乱做决策 反而对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斤斤计较 比如中午该吃米饭还是面条 衣服该买黑的还是白的 六 做事无比的浮躁 健身一次就想有马甲线 看了两页书就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 做事情的决定很快 放弃的更快 最后的结果 就是一天到晚看起来很忙 很辛苦 还一事无成 以上六点如果有说中理的 一定要赶紧改掉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你失去的不只是时间 还有精气神 以及做成一件事情的信心 点赞 伸一个懒腰 立马去做一件手边能做的事情